大家好,我回到Pokemon救濟六寶石5 上次說到來到迷途之心 看到澤惡博 之後我就沿著筆記寫的上下左右 就來到迷途之心的深處 終於來了,真的叫我好等 要不需要消失 希望不用再打 看來困擾了你不少時間 為什麼?是奇怪 為什麼知道你跟蹤 這裡是我們精心為你設置的陷阱 怎麼會不確保你跟在後面 嘩 赤艷蟲又見面了 看看你進步了多少 不管你是哪個時空 赤艷蟲同位體都令我討厭 真的 什麼 我早就說過你很強大 無論多強,你只有一個人 這次看看你有多強大 哇,齊全 你跟Rat都是可敬的對手 可惜你們擋在我面前 只有一位 好像Rat又被放逐在某個究極之洞當中 成為我們採用火箭隊的成功戰腳石 你們不很奇怪 為什麼突然間跟Rat斷了聯繫 一向都沒有聯繫 但我怎說話 沒錯,我在追擊的途中和調查究極之毒的Rat意外地遭遇,我試圖利用究極之毒的不穩定性擺脫他 估不到他眼眩眩憑自己的力量追上來,可惜他太少了,對這個了解,被我引誘到踏入UB05的究極空間 那個是會把任何眼前吃掉的異獸,我吃大王 配合上究極空間的主場優勢,最終看到就是UB05被人吞了 我替他太多話說了,快點解決他吧,是他版木 是他版木大人 就在這裡帶著你剛剛得知的Rat的消息一起埋葬在這個迷途森林 嘩,在你追著我穿越各個各位之洞的時候,我終於抓了奈克洛芝麻 就讓你臨死戰感受一下他的力量 嘩,這樣的實力怎麼夠啊,大王伯,80呢 嘩,這隻不夠打我,打贏的 好,OK 鯊魚皮,打贏的鯊魚皮 這隻,有機會不夠他快,但我們也試一下吧 快過去死亂 拜拜 羅香洛芝麻呢 羅香洛芝麻有什麼屬性 好像不是龍,只要用水打吧 搞定 看來羅香洛芝麻的力量逐未完全恢復 龍門進去放 力量可以慢慢恢復,不過這次第二場就交給我了 嘩,不是吧,連續打的東西 神經病,不夠打,這樣有機會 會輸啊,有機會,這樣連續打 神經病,還要死神觀 獅子 扮個奶 什麼教的 嘩,中毒 敵人 又收流 嘩,好噁心啊 神經病,又說噁心流 噁,會輸啊 唉 這個好像不夠他快 咦,快過去,OK 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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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反殺 反殺 這隻水是 水是 OK,第二場就搞定 連續兩天都還有力量,還有餘力,下一個等我會不會理你 快點回去,拿芝麻,卡伏明明,守護神怎麼會來這裡 不形式的少年,做得好小星雲,你沒事吧,剛剛看到你被他們圍攻 我是小智,現在在卡洛斯地的旅行,小智 這個小智竟認識我們,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他認識的應該是我們時空同位體,很複雜 即是同一個時空就認識他,只不過怎麼會來 是索爾加利歐,是他帶他來的,怎麼會出現在卡洛斯地區 蛤,你誰啊,其他人都見過,唯獨不認識你 什麼,你的意思是說我是什麼都不認識的人 讓班牧大人帶領採用火箭隊統治世界的時候,我就是阿羅拉地區以太基金會的總會長 不,我要統治整個阿羅拉,不要說那麼多廢話,快點把他們解決 糟糕了,比加超,10萬伏特 有沒有那麼厲害的比加超,10萬伏特 算了,追不到了,何況剛剛10萬伏特將我們精靈麻痺 真是厲害,天恩比加超 就這樣放走他們,會不會對我們的計劃有影響嗎 沒事,今次的埋伏並不是全部收穫 至少了解對我們的實力有多強,雜誤我們幾個力量戰勝區不是難事 認真,這段時間,傳說精靈的計劃,捕獲都很順利,等到最終決戰多下給我驚喜 嘩,幻影之淡 醒了,毫影剛剛的情況危急,直接拉著你同胞 我是小智,你真身贈純白鎮,目標成為職靈大師,為了在卡洛斯地區旅行 沒多久之前活得了亞軍,亞軍智 這個好夥伴,不過因為發生了太多突發的事情,所以我到現在都是一頭沒水 剛剛跟我們一起的黃色電系都自己離開了,卡牧明明 可不可以告訴你什麼事? 什麼玩?你是新進冠軍,然後打來四天王冠軍? 好厲害喔,明明跟我們的年景差不多 話說你們這個世界的聯盟難度很高,我曾經參加過東元的彩丘大會在哪裡? 我們這個世界的聯盟大彩並不需要跟四天王進行冠軍 言歸正主,所以這個世界跟我們的不是同一個 而我能夠來到都是因為他的緣故,所以加來歐的緣故 感覺很奇妙,明明沒有見過,但令我覺得很親切 我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我喜歡吃金平糖 你說可能認識未來的我?從未來穿越到卡洛斯地區將我帶來 嘩,超複雜的這種時空關係 確實有道理,你講之前遇到卡洛斯地區聯盟國軍亞藍 可能就是我認識那個 在決賽中用超級反火龍X打我和基本甲和人蛙中坑的艾藍 可能這裏發色的一切都會影響到卡洛斯旅行的時間才的我 所以就來找我了 謝謝你,雖然現在我沒有跟你相處多少時間 要有多多指教 我接下要面對的就是那個以板木為首的彩虹彩火火戰隊打出戰 反木赤鹽從水不堂、赤日、郭奇斯、菲拉達利 在我旅行過的地區所有反派組織聯合而成的組織 超乎以往面對的一切實力 你說聯盟國軍大吳先生為了認對以前的異常狀況已經通知各地 太好了,要這麼多強大的國軍一定可以打贏了火戰隊 不好意思小子,因為你是亞軍所以沒辦法召集你 這個是不是阿比加超 究竟聯盟已將大吳先生的一棟豪渣作為據點 我都出去做一份力 就是這個地圖 跟我曾經去過的風源地區完全一樣,我們走吧 差點忘記了這個小家貨 他好像很喜歡你的氣息 只不過太害羞,在你醒來就躲起來了 誰啊?小星雲 喂 你直接跳進我的袋裡可以嗎 這次又是慢慢捉 自己跳進來吧 小星雲 小星雲?波斯莫顧 OK 你說由他進化而你說不可以 未來一定叫你做小星雲 看來是因為我們身上有夠極志氣把他吸引 好,再見 我們都可以離開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是最後一個遊戲了 就是最後一個劇情 也就是剛剛所說的是彩虹火戰隊 因為這遊戲最終目標就是把所有反派而建立而成的彩虹火戰隊擊敗 然後我們就完蛋了 這個遊戲 原無意外 OK 環影探,這個已經完蛋了 好 今次的事情是我遇故失誤 浦業令你獨自面對這麼大的危機 本來打算主動出擊搶佔線機 想不到讓他們利用反章一棍 今次你好好休息吧 你說澤澳博聯合了所有的人? 這裡不用看了 想不到之前的推測完全正確 我真的希望自己推你錯誤 不過總算有些好消息 現在加了小智 他就帶了索爾加雷歐 還記得我之前所說的 以太基金會資料中的奇妙發言 根據望恩博士維良的資料 小星雲能夠使用體內全有的究極之氣力量打開究極之洞 而我們身上也在攜帶緊這個能量 可以吸引到究極二獸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穿過究極之洞 所以我們當初能夠成功穿越 所以我們當初才可以成功穿越究極之洞 但是成為了 Fail伴隨著巨大危險龍風險 你都看到那些失了益 還是有些其他不適的狀況 因此我們不可能直接靠運氣製造 但是根據澤澳博製造的究極球資料 他在究極球當中封存了少量的究極之氣 變為可以捕捉 就好像精靈球當中製造了一個究極空間 好複雜 我還在Fail 什麼叫Fail 如果我們人為製造出一個能夠將人類收納其中的巨大究極球 就是什麼 剛剛德文公司為了宇宙探索計劃開發的宇航復律 完全符合那個巨大究極球的要求 你又只有四處不可以丟你的小星雲 所以還未正式運行 嗯 就不用你那麼辛苦了 另外我們還得到關於wag的情報 雖然說他遇險 但是他的實力一定可以化險 阿澤澳博他們準備的這次埋伏不容易 而在初紅火箭隊的存在暴露 他們大概正躲在某處積聚力量 這個正是我們找回wag的機會 趁現在逐一探索剩下的究極動員 相信一定可以找到wag 有興趣就見一下這個路沙米 理事長 那邊的穿梭服的試驗就是那個 什麼穿梭服 有什麼用呢 穿梭服 他講那麼多話我都不太明白他在講什麼 我們看看講什麼 好 OK 小智在邊上待命等 這個釘緊星月和門月一旦有意上立即救他 這個是什麼 Awag前輩不在 普親正在遠程指揮著究極穿梭服的試驗 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依靠他自由穿梭 真的我們不需要小星雲就可以穿梭 這麼簡單講得這麼複雜 收到滿月進入 這裡德文研究完116號道路一切正常 已經進入了究極之隊目前的情況穩定 行了 沒有反應成功 讓他突破限制 而大基金會可以跟德文合作 開始為各位 冠軍和陶鑑勇或者究極 整個究極穿梭服 OK 之前利用究極之氣吸引小星雲行動失敗 其實原本快要成功 我們成功監測到小星雲靠的波動 我們成功監測到小星雲靠的波動 複雜 不知道在說什麼 這裡我們 我不讀了 OK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 這幫以太基金會的成員 研發到一件事 不用使用小星雲都可以進行穿越的一個工具 那件衣服是說什麼穿梭服 有什麼穿梭服 也不是 還是它還沒給我 這珠珠珠珠其實不關我的事 這珠珠珠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影 也沒有任何作用 我不知道 好了今天要先短短的玩到這麼多 因為我之前那個 我的究竟綠寶石 有 差不多尾聲的時候 是直播給大家看的 那我看看是 差不多直播的時間 還是可以再玩多一至兩集 的進度再決定 好 那今集是先玩到這麼多 那下集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還有還沒訂閱 按個訂閱 下集再見 拜拜